你幸福的每一天 是三毛最渴望拥有的 当你从幸福中一路走来 不应该忘记三毛的苦难和期盼 三毛 三毛 年龄说不止死他还是久 三毛 三毛 鸭子看你也不会再长过 爱他爱他眼里自我手 爱是恨心事里见分手 心里见分手 爱他爱吗眼里自我手 爱是恨心事里见分手 心里见分手 就算先给梦 谁见谁都笑 能要问大家从哪里肯定不自动 谁摸 谁摸 难说哪天我独自哪天摸 谁摸 谁摸 单杯露饼干也能睡得多 流浪 流浪 想吹起上瓢 受苦 受那子弹万恨吗 自当万恨吗 流浪 流浪 想吹起上瓢 受苦 受那子弹万恨吗 自当万恨吗 第十七集 意外相遇 你给我滚开 时间出去 你们在这给我胡到什么呢 这小贼骨头 我偷两个老贼骨头 偷了我店里的一副项链和钻戒呀 不 我不知道他们是去投项链和钻石的 我就被他们骗的 他们是怎么骗你的呀 他们说我是他们的儿子 他们说是买项链和钻石的钱不够 要去银行里取钱 就把装项链和钻石的盒子装到包里交给我 让我在那儿等 他们就一去不回 在打开包里的盒子时 盒子里的项链和钻戒就不见了 是吗 是的 好了好了 你们别踢了 一踢开门进去也没用 他们全部家当都在自己的身上呢 把门踢开 是 先生 你的脚是不是受伤了 到屋里我给你磨点尿去 小黑快跑 干嘛 他跑了 你别跑 你把老人转身了 你得陪他去医院 快点 你把手放开 我不放 你能帮我搞掉 滚开 自卑国 你干嘛打人 你是男人吗 居然打女人 送他去警察局 你打我 我肯定没闻 学校 你不像珠宝店的老板啊 我要是老板 我就不会这样急了 你知道吗 那是两万多元的项链和钻戒 就是杀了我 我也赔不起啊 那孩子是被人利用的孤儿 你抓住他有什么用啊 我看你还是别费力气抓他了 那你要让我进监狱啊 你愿不愿意进监狱是你的事 管我什么事啊 反正你要是抓住了那个孩子 他赔不出两万元 你还得和他一起去进监狱 我就是进监狱要抓住他 那你们快去抓他呀 你们这样慢吞吞的 怎么能抓住他呢 他不见了 你个蠢货 连个小孩都看不住 小屁相飞了 我说小东西你瞎了眼了 小拉丽 你怎么又干这行了 最近小东有点痒 你呢 想想就难过 我刚上了一等夫妻的档 做了他们的帮凶 他们让你当上爷儿子 然后去店里买东西 他们把你抵押跟店里 而后自己偷了东西 留掉了对吧 你怎么都知道啊 这是江湖上惯用的手法 叫建华建博 他们用你换了大把大把的钞票 我要是再碰到他们 一定把他们送到监狱 三毛 别生气了 吃一次亏就长个心眼 有一个姓猴的记者 一直在找你 这儿老板 你往哪儿跑 你们干嘛打架 别打了 你快滚开 别多管闲事 小心我打你 我的功夫不是白学的 来吧 你们两个干嘛打架 他要抢我捡到的 那个空罐头 这空罐头是我以前看到的 那空罐头就留给他了 你听着 以后让我再看到你欺负小孩 我就不客气了 你走吧 走 你跟我走 我叫三毛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小谷子 你是小K吗 不是 我是个没有爸爸妈妈 也没有兄弟姐妹的流浪啊 那你怎么能穿这么好的西装呢 那身衣服是两个骗子给我买的 他们利用我掩护他们偷东西 他们偷完东西就都逃跑了 害得我差一点被送进监狱 老板 你收购衣服吗 你想把你身上的西服卖了吗 是的 你看他能卖多少钱 八元 不 八毛 八毛 我这身西装可是名牌货 是从佩罗蒙店里买来的 我收你的衣服是为了再卖给别人赚钱 再好的衣服放在我那地摊上也不会值钱的 你想想 能买得起佩罗蒙西服的人会到我这儿来买衣服吗 那我把衣服卖给你 你给我八毛钱 再让我从你这对衣服里随便挑一件行吗 这倒可以 嗯 现在你这上身看上去舒服多了 可是这下面的裤子和皮鞋和这短挂很不相配 别人一看就会觉得你这裤子和皮鞋是偷来的 你还想要我的裤子和皮鞋 我没这个意思 我只是谈谈对你这种搭配的看法 哎 看你这不伦不类的样子 我真担心警察会把你当成小偷给抓起来 嗯 那就这样吧 我再把裤子和皮鞋卖给你 你给我一元钱 然后再让我从你这挑件裤子和一双鞋行吗 我只能再给你八毛了 裤子和鞋随你挑 好 这是一元六奖 你数一数 再来啊 老板 给我来一个大饼 给 小骨子 吃吧 谢谢三毛哥哥 放心 会找你的 来 喝茶吧 谢谢你 老伯伯 和 иногда一丈 Ell你就可以想找我 这啊 Viele 以后 iod espe consult 你 走,我带你去见我的妈妈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如果有人欺负我,是这位三猫哥哥帮我教训了那个坏小子 阿姨好,三猫哥哥没爸没妈,就让他跟我们一起回去好吗 好好,你们快吃吧,这个大饼还热乎着呢 我和三猫哥哥的肚子里都填满了俏饼,吃不下了 那我们就快上车吧 爸爸,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不拉车了 爸爸今天运气好,来回碰上了两个远乘客 一天抓了平日离三天才能赚到的钱呢 那你今天可以喝点老酒了 那当然了 小骨子三猫,咱们回家 小黑,快走,快跟上 出发了 请 kommt bored 老鼓子三弦 是快乐的小白狼 老的是快乐的小鸭狼 Bau初九 是快乐的小阿狼 放 guer恋爱七爪当 嘴里吃着大萝卜 谁 injected大萝卜 文化大家 老邮app 难听的老 我是快乐的小爱狼 我决定了海船岛 公船岛 西船岛 最爱你吃点大老婆 身上被冲破罗马 我们要回家了 太好了 回家了 我们要回家了 到了 下车 姐姐 我带来了一个哥哥 叫三毛 咱们是不是在卖烟头的时候 见过 是啊 你还把你的烟头给了我 你现在还捡烟头吗 不捡了 我又有个小弟弟 我得留在家里带我的小弟弟 这是你的小狗吗 是的 他是我的好朋友 太好了 这样我家的鸡 就不用怕被黄水狼叼走了 你家有鸡 有 我带你进去看看 走 别怕 它是摇天花的好狗 它不会欺负你的小宝宝 小狗 小狗哥哥 你们呢 这是我的枪 小狗哥哥 你再看 你猜猜看 这个养的是什么 蟋蟋 不信 那我可猜不出来 蛤 蛤 放了它吧 青蛙是一宠 它专门吃田里的害虫 你怎么知道青蛙是一宠呢 我上个学 老师说的 来 擦擦脸 三毛啊 你看见了我们家穷 要是你不嫌弃呢 就把这儿当成家 和我们一起过 我只要有个家 有爸爸有妈妈 再去我也不会嫌弃 好 我们吃饭去吧 来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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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毛哥哥 三毛哥哥 醒醒 你去车上去吧 小谷子 你不用担心我 晚安 好 再睡吧 妈妈 我和三毛哥哥出去了 再见 小谷子 等等 来 你们两个拿着这个鸡蛋 来 三毛 拿着 阿姨 这鸡蛋留给小弟弟吃吧 我不要 明天啊 那母鸡再下了蛋 再给小弟弟和姐姐吃 再给小弟弟和姐姐吃 三毛哥哥 你就拿着吧 我们家轮子吃鸡蛋 妈妈对我们很公斤的 三毛 来 拿着 阿姨 再见 再见 三毛哥哥 我们吃完了鸡蛋再走吧 哦 我们该等到最饿的时候再吃 嗯 败鸡啦 买鸡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我们为什么不多弄几只下蛋的母鸡呢 这样我们每天都能吃鸡蛋 不说还能用鸡蛋换钱 买些有用的东西 你说对吗 可我们家哪来那么多民养鸡啊 我们可以去抓虫子喂鸡 鸡更喜欢吃虫子 那我们哪有那么多钱买鸡 你忘了 我还剩下卖鸡账的一元多钱呢 一元多钱 最多只能买一只老母鸡 多一只鸡 每天就能剁下一个蛋 想买鸡吗 哈哈 这不是星车的大阿姨吗 怎么改老买鸡了 啊 是头上长的三根毛的小东西 上司的账还没跟你算呢 你这是自作自受 你叫人砸了我的擦鞋生意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算了算了 老丈我就不跟你算了 何气生财嘛 你想买鸡生蛋 除了生蛋 我还想吃呢 你们有多少钱呢 你别管我们有多少钱 我想先听听你 一只鸡你卖多少钱 要是你给我脸元钱 这三只鸡你们都拿走 看来你这是三只鸡鸡 不会下蛋 我的鸡可健康了 而且是正宗的三黄鸡 你又想骗人 哎呀看在咱俩是老相识 让你占一点便宜 真是不识寒心哪 两元钱我是拿不出 可是一元钱我还是拿得住的 你能拿出一元钱 我也卖给你们 你说话算数 当然算数 一元钱买三只鸡 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我不卖 哼 我就知道你会耍赖的 男子汉的大丈夫不敢耍赖 要是你给我一元五 我就把鸡卖给你 这回你可得说话算数 保证算数 给你一元五 哎呀我今天是蛇老本了 你们把鸡拿去吧 拿着 快点走 要是他反悔就麻烦了 嗯 姐姐 姐姐 你看我们弄回来了什么 你们从哪弄来的 三毛哥哥买的 这是花多少钱买的 一元五 这么便宜的鸡 狗妈不会下蛋吧 不会下蛋 抓的吃也好帅 再说 我看这两只母鸡不像老母鸡 这只公鸡肯定也不是老公鸡 这三只鸡像呆鸡怎么一点也不活跃啊 它们被鸡饭子一直捆着关着 鸡也会变成呆鸡的哦 现在它们自由了 很快就会活了起来 可是我们哪有那么多好吃的来喂它们呢 我们正就去捉虫子 挖蚯蚓来喂鸡 走 好 好大的一条 三毛哥哥你看 好大的呢 我抓到了一条大个儿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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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的蚯蚓啊 嘿嘿嘿 小飞 你真行 哈哈 嗯 等一下我们的鸡又不成熴了 只能下很多的蛋了 哈 你看我们都忘了吃鸡蛋了 哈哈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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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嘿嘿 放心吧 当然会有你一份的 这些鸡都死了 都死了 爸爸说你买回来的鸡是问题 他们把咱们家的母鸡 可小鸡也传染了 爸爸给他们灌了醋 也没能救过他们 嘴里是哭 心里湿了 眼中的泪水谁给藏 霓虹灯陪着高楼大厦 黄宝鸡也传染了一朵花 带你一生小脚牙 太阳是霸 月亮是马 天大地大 那是家 世界里面大人 窗不是转 针头是万 世上改定是 晚霞 Zither Harp